一百二十分鐘聲音鎖匙 打開無窮驚喜 世界徐衣門 葉詠詩 這個小時有小嘴巴大世界的環節時間 今集有三位小嘴巴出現 下次他們都會同樣出現的 都是三位女同學來的 交給他們介紹一下 自己叫什麼名字 三位同學好 首先誰出聲 Hello Hello 歡迎大家收聽我們的特別節目 他眼中的世界 我是主持沈華青 我是主持劉希玉 我是主持梁藝林 三位同學教授之前 都學習過怎樣做小嘴巴 做主持 那就對了 因為今集和下一次 他們都可以有一個實習的機會 跟我們做一個主題 訪問我們的嘉賓 就是他眼中的世界 那究竟三位小嘴巴 我們今天請了哪位嘉賓 上來跟我們聊天呢 今天很高興請到一位很特別的嘉賓 跟我們聊天 我們歡迎謝潤鏗 阿鏗我們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阿鏗 我現在是一個視像人士 我現在是一間防止自殺機構 在做接線員的工作 我們想問一下 關於阿鏗你為什麼會喪失視力 和你現在的視力情況 其實我喪失視力是大概在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的先天性的黃斑點病變 導致我的視力慢慢變差 現在到現在這個狀況 我的眼睛就大概剩下3%的視力 看東西就比較模糊的 看環境 走路 都還可以看到 還可以應付到日常的生活 那想問一下阿鏗 你眼中的世界究竟是 較模糊 還是有很大部分的黑店呢 嗯 其實我眼中的世界 就是比較上模糊的 就是就好像 大家的視力都是一個 4K 1080p 的螢幕 那我就可能會降得很低 可能只有200多 甚至可能只有100多p 所以就是差在這裏 那就是軟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微細的一些位置 我就會看不到 甚至會忽略了我的眼睛 那剛才阿鏗你提到這個比喻 都很有趣 都可以幫助我們聽眾朋友 都很詳細地了解到 現在眼中的世界是怎樣 那其實如果看起來這麼模糊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你平時的生活習慣 其實就真的挺影響到平時的生活 因為我的視力呢 就 日後就當然會好一點 那但是晚上呢 就會因為有一點點夜晚 這樣看東西就會再差一點點 那所以讓我出夜街 或者晚上出去上班 收工的時候呢 都是一個 挺麻煩 就是出入的時候 那另外呢 當我平時可能要看一些文件 或者是 未必看文件 可能就這樣去看一些 菜單 那其實我會變成其實都很難看 剛才聽到阿鏗和我們分享了他的一些 對我們來說是比較簡單的事情 對他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我們也想了解一下 你失明之後在生活中 遇到最大和最難忘的挑戰是甚麼呢 會不會是橫過馬路 或者使用手機之類的問題呢 其實就 橫過馬路呢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來的 香港呢 除了有 有紅綠燈的馬路 故之前因為他們有聲音 可以提醒到我 我知道我過得了 不過得 但是呢 有些馬路依然是沒有燈的 那些馬路對我來說 就比較上會危險一些 因為一來他又沒有那些 行人優先的那些線 所以變了就 我又不知道車什麼時候出現 又會擔心這樣 這樣過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過得呢 是不是不能過得呢 所以搞到我小時候 其實都很害怕過這些 沒有燈的斑馬線 但是呢 我現在就 有時候會跟著旁邊的人群 看到他們過就會 快腳急急地跟著他們走 這樣就算是一個解決方法 哦 剛剛也聽到達亨說 點餐方面 點餐方面會不會有些特別的困難 可能看不到菜單 是的 其實點餐方面對我來說 是真是一個挺麻煩的位置 因為吃飯 始終大家不會永遠在家裏住 也會有時候出去吃 其實我自己平時點餐就有兩個方法 一是一些不可能連鎖的餐廳 我就可以用手機一些Apps 去先下訂單,去到付錢就可以拿 但是有些方式就不懂得用每個餐廳 所以當我看菜單的時候 我就需要用電話去拍照 接著就放大一些菜單來看 但是有些時候其實都不是看得很清楚 因為字都頗小,所以這個時候都頗吃力 嗯,如果吃飯的時候 除了使用手機這方面 有沒有遇到一些餐廳可以提供一些 蠻文的菜單可以供應使用呢? 暫時來說,我還沒遇過一些 點字菜單的餐廳 但是有些餐廳的服務都很好 你可以問一問候候選人 看看他可不可以讀一讀菜單 或者稍微去講一講有什麼選項 有些餐廳的供應員都會很願意去做這件事 好了,我們了解完阿亨可能在點餐廳裡面有什麼特別的困難 想知道我們現在香港市民 或者在這個社會上很多人都喜歡用手機 你在使用手提電話方面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困難? 哦,當我在小時候用電話當然是有困難的 因為小時候都是一些按按機 或者是一些有實體按耳機 變成我操作的時候,字又小了 所以看東西其實那時候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現在因為智能手機的興起 在不同的手機裡面都有不同的軟件 去幫助一些不同能力的人士去用 例如Android也好,IOS也好 他們裡面都有一些讀頻的軟件 可以讓視像人士去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在聽什麼 或者是準備去按什麼文字 甚至是一些apps這樣 或者都可以有些縮放 即是可以放大螢幕 這樣就可以拉大它來看 看文字也好,看片也好 看一些微細的位置都可以 講到這裡,我想問三位小嘴巴 為什麼阿亨他眼中的世界 那麼令到你們有興趣想知道多些呢? 不如逐一說一下吧 Coco說一下為什麼你對這個題目有興趣呢? 好吧,我們當時其實一開始 我們本身定下的題目 我們當時定題目的時候都困擾了我們很久 但是那時候剛好 因為阿亨其實是我們其中一位小主持的朋友 他其實跟我們平時聊天的時候 都會分享很多關於他朋友的趣事 就令到我們發覺原來 有一個跟我們可以說是不同的人 但是他都可以很積極地面對這個世界 他硬著的世界都可以是很漂亮的 我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Hidy呢? 其實我小學的時候 學校已經有一個環節 是令我們體驗一下關於盲人的生活是怎樣的 雖然當時我們只是體驗了一個中大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已經覺得對盲人來說 我們一些集裡為常的生活習慣 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其實今天邀請到阿亨 你做了我們今天節目的嘉賓 我們都可以更多了解到關於盲人的世界 阿琳呢? 我和Hidy一樣都是在中學的時候 有參加過一個體驗館 體驗過盲人的世界是怎樣的 再加上早前有幸 認識到阿亨 更加想透過這次機會 更加了解他們的世界究竟是怎樣的 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我們慢慢再了解 阿亨在日常生活裡面 究竟會遇到的一些什麼事情 還有他的眼中的世界 和我們有什麼分別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聊 繼續有小嘴巴大世界這個環節 今天三位小嘴巴分別就是Coco Hidy和阿琳還有我們的嘉賓 就是謝潤鏗同學 他眼中的世界就是第一集 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們也會有第二集的出現 Coco 我交給你了 我將時間再和阿亨聊天 我相信有很多關於他生活上的細節 你也有興趣想知道的 是呀 好 那我們繼續和嘉賓阿亨聊天 首先對於阿亨 我還有個問題想問你 平時日常出行的時候 大多數是選擇什麼交通工具 我多數會選擇巴士 其次就會乘地鐵 那如果是乘巴士的時候 其實怎樣判斷那輛巴士 是不是自己需要乘搭的車輛呢 在我小時候 有老師教過我們 可以用一些叫巴士牌 就是我們會在紙上 寫好自己想要的巴士 這樣過郊就拿去 平時的巴士進去截車 那這個是我小時候的做法 但是去到大了 你會發覺原來自己要去很多地方 那一張巴士牌永遠是不夠用的 因為你會永遠有十幾二十條線 或者幾百條線在這裡 你是永遠選不像或者住不像巴士牌的 那變成我現在 首先會用手機的 那些巴士公司的apps 就會預先知道 巴士的幾時到 另外我會用手機的相機功能 就會拍照巴士 在接近的方向 就會 zoom 到很近去看 到底這架巴士是否我想坐的 潤坑你覺得 你這個操作會不會令到你日常生活很麻煩呢 當我一開始嘗試這個做法的時候 是真的很麻煩 很不習慣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拍到巴士 我就要站得很遠 但有時候那些人排著隊 其實那個很遠的位置 其實就差不多是隊頭 就搞到我好像有一點想打尖的感覺 就令到其實我有點尷尬的 那一段時間 但是去到後期 其實我自己的定位就是 我站出來拍照 又不是去打尖 最多是我最後才上車 所以慢慢的心態調整的時候 開始就不會再這麼尷尬 那你有沒有真的遇見過 有些跟你一起等車的乘客 誤會了你真的打戰 是真的有試過被人這樣說過的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剛好站在巴士排的旁邊 那個位置基本上是跟對頭 就是另一邊就是對頭 那時候有個人就說 站在後面 這裡對頭還沒對 然後我跟他解釋 因為我看不到所以要站在這個位置 會方便一點 那我都會在最後才上車的 你放心 我不會打理智 咦 阿亨 聽到這裡 我又想好奇問一下你 這種情況是不是都幾經常發生的呢 在你等車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也都是反映了 我們普遍來說 都不是很遺異 或者是對於一些視障朋友的需要 沒有一個意識在這裡 其實就還好的 這個情況又不是經常發生 再加上其實 因為我的樣子 其實看起來就不是很像視障人士 我又不會拿獎 又不會帶個萬象出街 所以我其實就沒有一個標記畫人 告訴別人我是一個視障人士 變成很多人都會誤會 我覺得是很合理很正常的 咦 阿亨 你剛才就有提到 出行就很少會使用白象的 咦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是我從小到大為來的一個不是那麼好的習慣 因為我小時候就沒有用白象的這個習慣 雖然老師都有教 因為我們小時候每個學生如果在深光讀書的時候 就一定要去上這個定日行走的課程 所以就一定會教你這個怎樣使用白象的 但是呢 始終我小時候的眼睛會好一點 所以就一直都沒有用意 就慢慢地由小時候可能10歲左右都撞到現在可能21歲 都還是這樣 有時候都會哄到東西撞到 但是依然都會堅持自己不用白象 因為攜帶方面我始終不喜歡背袋 有時候白象你要收納的時候 都是一個挺麻煩的位置 因為它雖然可以摺摺 但是摺摺完之後都很長 我又不需要揹在手上 所以變了其實我覺得是一種挺麻煩的工具 剛才阿亨也有提過 好像搭巴士的時候 就需要露人的一些禮藥和優待 我想問你們對於視像人士來說 你們會樂意因為身份而受到特別優待 還是更加願意給一視同仁呢 我覺得其實就不需要說有特別的優待 因為好像之前也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有搭巴士 因為有些巴士站是有畫了一個輪椅的位置 那個位置其實雖然不給輪椅 但是其實是給殘疾人士用的 你會不會願意站在那個位置等車呢 還是都願意去排隊呢 其實我個人來說 其實我是比較願意去排隊 因為說真的大家 當可能Picara說要下班 大家其實都是等了那麼久 都是條龍那麼長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很辛苦 我不覺得我這個視像人士的身份是可以 因為這樣而令到別人可以遲過我上車的 所以對我來說其實在這一方面 其實我就想一視同仁一點 不過在有些時候 我也希望其實視像人士 當有些需要想提出 例如我剛才拍到一個講過 可能希望有些時候看菜單的菜單 這樣的時候 都會希望有人可以 即是可以讀一讀一讀的時候 如果提出了要求 都希望可以 在不妨外工作的情況下 都可以接受 是 也很明白 其實相信香港人都會對視像人士的身份 都會擁有一個包容 會願意去幫助你們 這樣對於你們來說 對於你來說 你就會更願意去一視同仁了 那你有沒有時候一些 見過一些人誤會了你不是視像人士 而對你有些惡言相向呢? 這個真的有發生過幾次 可能有些時候我走路 其實就去到一些由光轉暗的地方 其實我的眼睛相對的會差一點點 有時候就不小心撞一撞到人 我又不是整個人撞下去 可能撞一撞到 但是就會被人罵或者什麼 其實我那一刻都會說一聲抱歉 都會解釋一下 其實我剛剛看不清楚 但是依然有部份人都會繼續罵 但是我也很無奈 我都已經解釋過 也都道歉過 但是也唯有接受 其實心裡也很無奈 嗯 是啊 聽著阿亨說了這麼多 我們都覺得是 其實很多事情都比較有感同身受 因為香港人 我覺得有時候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可能未必真的聽得入你的解釋 我們都希望可能以後大家 香港人都可以注意沒有惡言相向 始終都不是那麼好 嗯 一直聽阿亨的分享 但是我又覺得他 都是一個都幾恩言接受 以及幾積極樂觀的一個朋友 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有經過一些 心路歷程裏面的挑戰 甚至是會有一些不開心或者沮喪的時間 究竟他是一路怎樣走過來的呢 稍後回來我們再聽阿亨說一下他自己的心情 繼續有三位小聚班在這裡 就是Coco Heidi 和阿林 和我們今集的嘉賓 他眼中的世界的朋友 就是謝潤鏗同學 Coco 我們繼續和阿亨聊聊天 有什麼想知道 多些關於他的心路歷程呢 之前阿亨就跟我們提到 他的視力的喪失是後天造成的 後天發生的 我們就想問阿亨 當你發現自己是要喪失大部分視力 視力的時候 當時人懷著怎樣的心情呢 其實我當初視力慢慢衰退的時候 其實就比較小 其實那時候叫做不知道什麼的 但是慢慢長大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心有想過 為什麼我的眼睛會差呢 就是見到外面以前的小學的朋友 或者同學的時候 其實就覺得 就是因為我的眼睛差 所以我就要讀特殊學校 為什麼我不可以跟他們普通通的繼續讀書呢 就是都要這樣離開他們 一來二來就是 為什麼我的眼睛會差了 為什麼會令我生活其實都挺辛苦 或者是都會變得跟其他同學 或者跟其他朋友不同了 就是我那時候是有這樣想過的 但是叫做慢慢越來越大 我叫做接受了自己的視力是真的差的 那叫做找了一個方式給自己去生活 就是自己接受到的方式 都是自己喜歡的模式 那慢慢地其實就開始就覺得 其實我自己自己是力差而已 但是不代表我做的事情是會不及人 或者是不代表我做的事情是會不行的 就是會用這個方式去令自己去鼓勵 也會推動自己去走 那阿鏗啊 因為你也提到之前 在普通的一些學校去認識到一些朋友 那他們知道你進入了特殊學校之後 會不會對他們有些態度上的轉變 其實就是有些轉變的 但是那個轉變是 其實就不是因為我進入了特殊學校 而是因為我叫做同一間學校 跟他們的關係又少了 就是變了陌生了 但是因為我以前在那裡讀書的時候 其實我的眼睛都是慢慢的那樣差的 所以那些同學其實知道我的狀況 但是他們知道了之後 其實對我的狀況其實很包容 也都很理解 但是也都不會因為這樣而 可能在那裡杯葛我、排斥我 他們都會跟我一起玩 也都會一起有說有笑話 一起上學、一起放學 所以其實你說實質上的變化其實真的不大 只不過是真的因為轉了校 不是同一間學校 以及小時候又沒有什麼聯絡方式 就慢慢地開始疏遠了就真的 那剛才也有聽到阿鏗 當他發現自己有視力障礙的時候 自己的心情都是比較難以接受的 那除了同學之外 你有沒有主動尋求過一些幫助 例如去找社工聊天之類的事來開解自己呢? 其實那時候我就沒有去找社工的 因為那時候我不熟悉這件事情 也不知道的 但是當我其實轉了去特殊學校之後 都試過跟… 因為我們是一個紀宿制學校 每一間房間我們都有一個宿舍職員 他們都是社工來的 我都試過…其實不是只是小時候 我偶爾可能一、兩年或者一段時間 我就會要聊一聊 因為其實有時候的心態 其實自己都調整得不太好 所以都會聊一聊 跟不同的房家長 就是不同的職員 那變了其實他們也會在這個時候 也會有幫過我 也會理解過我的狀況 但是他們也很鼓勵我去做… 就是去做回自己 亦都去鼓勵自己去做適合自己的事情 我都明白到 就是會找回職員去幫助阿亨這樣 那我想問你呢? 當你發現了自己慢慢地喪失事業的時候 有沒有擔心過自己會成為了家人的負擔? 這個是… 我是有擔心過自己會成為負擔的 說真的,因為我知道其實很多的視像人士 其實…也不是很多 但是都認識不少是自己未必有工作 也都… 都基本上是拿著縱緩 或者是跟家人住 靠家人一起生活 那變了其實我擔心自己的狀況會變成這樣 所以其實我不想變成這樣的時候 我家人也都不希望我這樣 因為始終他們年紀… 就是我出來工作或者什麼 其實他們年紀都不小的 那我就不想他們真的這麼辛苦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想自己可以倒立到 也都不需要被負擔到的 我家人其實就是我自己都很想做到的 馬虹你現在跟家人的關係是怎樣的? 我跟家人的關係其實… 嗯… 好不可以說好呢? 我又不可以說好好的 又不可以說好差的 就是一般般… 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青少年跟父母的關係這樣 就是偶爾會吵吵吵 但是… 大體上來講其實是… 大家的關係是融洽的 也都會開玩笑的 那… 嗯… 家人也都不會在這方面給我很多壓力 就是不會不斷推我怎樣怎樣做 但是他們都很鼓勵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我想問一下 阿亨其實你對於自己喪失事歷這件事呢 你用了多久的時間去接受呢? 這件事… 其實斷斷續續的 因為我小時候真的… 就是我都說過了 小時候因為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那一刻就… 純純純純純就接受了這件事 但是…反而過了一、兩年之後 我…我的心就開始發覺 為何會這樣呢? 就是我開始想了 所以反而是中間有一段時間 是接受不到自己的狀況 但是… 慢慢又帶著帶著的時候 可能… 就是…這個想法其實… 基本上每年都會出現一次的 小小過 就是…在我15歲之前這樣… 但是當我過了15歲之後 其實基本上… 這個想法都定了形了 也不會再質疑自己 也開始用一個正面的方式去… 推翻自己去做不同的事情 那看來阿亨已經做多和自己… 現實的自己去和解了 那當初你就用了團團種族 每年都會出現一次的自我懷疑 那你… 當你真的出現懷疑的時候 那你又如何在這個懷疑之中 重新振作去面對你的工作 或者學習呢? 其實我小小的時候真的… 真的不要說是我自己去振作 只不過是… 我是收收起來的 小小的時候 就是… 就是我小小的時候會… 就是晚上會想… 當自己一個的時候又會想… 但是基本上我… 變成要見回人或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心裡面是… 會收收起來這些想法 但是又… 是很… 不會經常跟別人說的 就是… 所以變成其實… 那時候是積累了很多的 這些情緒在心裡面 不過都幸好其實… 叫做是… 有些社工 或者是有些職員 很願意都去聽我說 也都… 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去… 去抒發自己心裡面的感受 所以… 我覺得是有人… 在旁邊聆聽我的心裡面的想法 是… 令到我… 更加地… 容易抒解到自己的情緒 的確啊 有人聆聽的確是會起到一個 很好的抒發情緒的作用 那阿亨 在這一刻的話 有沒有一些特別想感謝的人呢? 感謝的人其實真的很多 嗯… 但其實我最想感謝的其實應該都是… 我媽媽啦 因為她… 小時候其實… 我的… 即我時刻開始測試了 帶我去看醫生 噴噴噴噴 接著又… 幫我去找一些資源 幫我去找一些老師啊 社工啊 怎樣去處理我的狀況 其實都是她去做的 那… 所以… 我真的… 那時真的… 不知道啦 其實覺得… 她做了很多 但其實我自己不喜歡 但是發覺… 我現在回頭看回 其實… 她做的很多事情 其實都是… 為了我可以有個適合一點的環境 去生活或者去學習 所以其實… 她那時真的很努力 很… 很辛苦 靠自己一個的時候 所以… 我真的要很感謝她 嗯… 那當然啦 阿亨 我想你的狀態 都不只是你獨自一個是這樣的 不如回頭回來 我們又看看 視像人士和香港 在整個現實的生活環境裡面 究竟他們現在面對著的 即是在什麼處境 以及如何我們更好好的去了解 幫助 甚至是可以共用 待會回來再說 繼續有三位小聚吧 Hidy 我知道你有些問題 也想問一下 Hungo 我交給你了 Hungo 我想問一下 你對於香港盲道 即是地上… Hungo 路上面那些 那些糊糊糊糊的黃色的一些方法 你覺得在香港的情況 在使用情況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覺得在香港 就是這些盲道 其實應該叫做引路徑的 那這些引路徑 其實他們的使用情況 其實我覺得都… 都多的 因為… 不過要看區域 因為可能石劍尾 或者觀塘區 就比較多視像人士出門的時候 那裡的使用率是比較高一點的 但是在香港這些路的鋪設情況 其實真的都比較完善 即是在公共屋邨 公共的設施 一些可能… 就算在普通的馬路上都會有的 所以其實… 覆蓋率是真的挺高的 那麼Hungo 有沒有試過在出行的時候 就是因為沒有這些引路徑 要出現一些… 走錯路或者找錯地方 而導致遲到的情況呢? 我又不會靠這些引路徑來幫我找路的 但是呢 我就試過因為沒有這些引路徑 而真的經常都撞到人 因為… 有些位置真的… 雖然公共事事已經鋪設了 但是有些都是有一點死角的位置 但是去到這些死角的位置 就變了一來又暗 二來我又看不清楚 那三來其實… 對面有些人… 就是互相走的速度其實也不慢 所以就… 變了有時候也會有些碰撞會發生 阿亨就有一些不小心撞傷的情況 有沒有一次真的撞傷令到你印象很深刻呢? 有的 有一次真的撞得是挺… 還是要撞傷一個… 對面也是視像人士 因為… 大家都是… 那條引路徑的位置也是斷了 那麼剛好其實… 大家其實都是沿著引路徑的方向走 但是剛好我們也是對著頭這樣 所以… 那一刻我又看不清楚 他又… 是看不到這樣 所以… 大家那一刻又不小心碰撞到這樣 阿亨,如果在一些沒有印路徑設施的一些地方 又是怎樣去找到自己的目的地呢? 其實沒有印路徑設施的地方呢 我們就會… 就是用我們不同的感覺、感官來去… 去找地方呢 就是例如可能… 你當我是一間商場 我要找一間咖啡的這樣 那… 很…很自然的 咖啡就一定有很大的咖啡的香味 那…所以… 如果我知道哪一層 這樣我就會… 可能在那裡繞幾個圈 這樣… 首先… 靠一個氣味去找到先 那…其次呢 就會… 就是…如果我正確定要找哪一間店 那…我就會… 都會用… 很靠手機的 說真的手機在這個時代 其實真的幫了我們很多 就是會靠手機 就會… 看一看它的品牌 它的標誌 到底是不是我想找那一間 那… 所以就… 通常就是靠… 臭角或者停角 去找一間自己想去的地方 這樣 那… 剛才也聽到阿亨是靠… 臭角和停角來找一些它的目的地 那…我想問其實… 在這個社會上面呢 周圍的人有沒有… 會特別注意到你 在那些… 盲道上走的時候呢 會出手幫助你這樣的 其實就… 又沒有人會… 特意去幫我的 因為… 始終就是… 我走出來的樣子 其實就… 不是真的很像一個視像人士 就是… 只不過是像一個… 有一點點… 盲蹤蹤的普通人這樣 所以就… 不是那麼多人會主動去幫我 這樣… 那… 但是就… 就是… 我反而試過是… 真的因為我走慢道 那對方其實… 不是視像人士 但是對方又走著慢道 搞到其實… 我跟他其實都會… 有些… 就是我心裡面其實都不是那麼舒服的 因為好像他霸了那條路來走 但是他又不讓 變成我要讓開他 所以就覺得… 就是有些人會霸了這條路 但是都不知道這樣 那說完引路徑吧 除了這個無障礙… 除了引路徑之外 阿亨有沒有在出行的時候 因為其他類型的一些無障礙設施 而產生過一些趣事或者不便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無障礙設施… 我真的沒試過是靠無障礙設施出事的 但是反而一些… 去到一些… 就是… 那些是一些未必有無障礙設施的地方 就是例如可能… 很多商場都會有的一些… 自動式的透明玻璃門 那我經常都會在這個東西出事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玻璃門真的擦得太乾淨了 那我經常都會… 就是看不到玻璃門 也都… 就是有時候其實很懷疑到那個門在哪裡 因為它是自動門 又不是推門又不是… 所以就… 變成我又很害怕 所以就… 有些時候我就會… 不自由自主地這樣 整個人就撞到玻璃裡 都不覺得這樣 所以… 反而是這些時候會有些趣事 但是你說無障礙設施 我真的沒試過 是,都了解到 阿亨有時候因為玻璃門擦得太乾淨 而出現一個… 不小心撞下去的情況 那你覺得呢 這個社會上還有沒有… 一些人對於… 可能視像人士有些黑板印象 覺得你們一定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的事情呢? 其實黑板印象是真的有的 就是… 因為我自己都有參加一些… 機構去搞的一些… 工教的活動 那… 其實了解回很多人 其實對於視像人士就… 印象就… 第一,就是會戴著黑超的 那…二,就是一定會拿著一支掌 那…三,就是… 他們一定是完全失明的才叫視像人士 所以變成…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誤解 就是,噢,原來視像人士就… 一定是完全聽不到的了 那變成其實… 有些…好像我這樣的情況 就是… 因為… 呃… 弱視,就是嚴重弱視 或者是中度弱視的人 其實是會… 被人誤會了 也會容易去… 就是… 人們也分辨不到 你是一個視像人士 剛才聽到阿亨跟我們分享了幾個趣事 其實現在的社會 對視像人士的了解 還不是特別足夠的 那…我想問阿亨你覺得 除了要改善人… 普通人對視像人士的黑板印象 還有哪些方面可以幫助視像人士 更好地融入這個社會呢? 嗯…其實… 我想就是… 社會上… 或者是… 已經市面上 其實都有很多的… 一些… 除了無障的設施之外 其實都有很多的一些軟件 或者什麼去幫助視像人士 在這個社會上出行 所以其實… 就是說一些硬件上的設施 其實真的是很充足的了 就是… 所以… 變成… 可能要關注一些… 軟件上的一些方面 才會更加去適合視像人士 軟件上阿亨會不會就是… 說著… 普遍香港人對於視像人士 或者其他的… 就是殘像人士 他們的特殊需要 要更加敏感 或者更加了解多些呢? 會是的 因為… 說真的其實… 就算是視像人士也好 其實… 因為我們… 有時候我們出去公教的時候 都會… 跟別人說清楚就是… 雖然都知道有些人呢 真的會很熱心去幫助 一些視像人士 或者不同的特殊需要的人士 但是其實…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 都… 有時候… 都明白是一個出意的關心 一個好心 但是… 有些時候其實… 那個時候 視像人士未必需要幫助 也都有時候可能… 因為這個幫助的時候 也都搞了一些烏龍出來 所以… 都希望其實… 就是… 扣過不同的公教的一些活動 都令到… 普遍大眾去… 更加清楚… 如果要… 想幫一個特殊需要的人士 其實可以怎樣做呢? 或者是一個怎樣去辨認 一些叫做不同需要的人呢? 當然這個課題 如果要探討下去 都有很多內容 值得大家再去參考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繼續請阿亨回來 又說說他自己個人關於學習 甚至之後的生涯策劃 有什麼目標 下次繼續小嘴巴大世界